本港新股市場由年初熱炒盛放 去到3月轉吹淡風 其中內地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 在選擇上市地點上 最新傳出傾向在美國紐約交易所上市 而並非香港 有市場人士說 在港上市的其中一個憂慮 是網約車在香港並未合法 中港跨境車亦有機會涉及違法等 在2019年滴滴就曾經因為使用無證車輛 多次被上海當局罰款 亦有分析指出 即使先在美國上市 日後都可以仿效其他中概股 之後再來講第二上市 而在美國上市的好處 是申請進度比較容易預測 滴滴的競爭對手滴答出行 其實早在去年第三季 已經向港交所提交招股書 但至今仍然未有香港招股的新消息 作為獨角售企業的滴滴出行 市傳IPO規模至少1000億美元 公司在2012年成立 已成為全球最大網約車平台 在中國、日本、澳洲等多國國家提供服務 2015年成為全球第二大在線交易平台 僅次淘寶 根據最新數據 註冊用戶超過5億5000萬 有報道更加說 公司2020年10月 單計內地的月均活躍用戶 已突破4億 滴滴提供的網約車服務 和港人常用的Uber差不多 但滴滴車款選擇比較多 內地市場包括的士、快車、順風車、豪華車等 價格方面以順風車最便宜 除了網約車業務 公司近年亦有拓展金融 以及雲計算業務 業務有這麼大的憧憬 公司先後獲得不少知名企業青萊 由2013年獲得來自內地的騰訊 以及阿里巴巴戰略投資 去到2016年吸引到蘋果公司10億美元戰略投資 2019年豐田汽車亦投資6億美元 值得留意的是 滴滴近年才開始有盈利 有報道說 公司由成立至2018年期間都是虧錢 累計虧損390億人民幣 單計2018年虧109億人民幣 直至2020年5月 滴滴總裁柳青先向傳媒透露 公司核心業務已經有少少盈利 不過沒有提到盈利究竟有多少 另外要留意的是政策面 雖然內地2016年起 容許私家車在符合條件下 可以以網約車營運 但前提是 相關車輛要向有關當局申請和登記 但有報道說 滴滴仍然為不合規格的司機排單 經營風險也包括滴滴的安全問題 2018年有兩個內地女人 分別在乘搭滴滴順風車期間 慘遭性侵以及殺害 當時滴滴隨即更新滴滴手機程式的緊急功能 以及推出其他相應措施 期望提高用戶對乘搭滴滴的信心 另一方面 近期困擾不少內地科網龍頭的反壟斷法 未知會不會延伸至網約車層面 或者增加滴滴的經營風險 えっ 厘處應該會失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